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 经过长时间的医疗实践 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文化底蕴浓厚的中医 在海外也掀起了一股学中医的热潮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大五学生 洪婉晴就是中医的铁粉 在我老家的话,大部分的人就华人 他们比较相信中医药之类的 所以我们都一般生病的话不吃西药 而是吃中程药 因为那边还没有中医医院 只有中医诊所 从小我家里就喜欢用中药煮汤这样的 比如那个八真炖鸡汤这样的 我在疫情之间 在印尼非常火爆的药是莲花清温胶脑 出生于华裔家庭的洪婉晴 从小就与中医亲近 高中毕业后,洪婉晴便提出学习中医 并于2017年开始学习中文 2018年从廖内群岛前往成都 洪婉晴成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我是2018年9月份来成都的 选了成都是因为听说这边的美食很好吃 以及生活节奏 我个人觉得成都是一个保容性比较强的城市 在生活方面比较便利的 人民也比较友好热情 选了成都中医大学是因为我们可以和内地上一起上课 然后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洪婉晴之焉,他从小就觉得中医非常神奇 但真正的学习之旅却与他想象的有所不同 第一次接触中医的时候 我觉得中医很神奇 他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就诊断一个疾病 然后中医药的效果也是很好 来之前我以为我学了中医不用学西医方面的知识 但来了之后我中医知识还有西医的知识都上 然后我后来觉得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有优势的 然后可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受益于中医学习 洪婉晴也逐渐变成了佛系养生人 不仅坚持早睡早起 每天畅饮热水 饮食也愈发清淡 但喜欢去搜罗美食的洪婉晴笑着说 成都的美食对他的中医养生有些不友好 我会早起早睡然后就起床就喝一杯水 空腹喝一杯水 还有一般就对饮食方面 如果在印尼的话 以前是我吃比较多油炸的食物 然后来了学了中医之后 我就比较喜欢吃清淡的然后微辣 因为在成都市它是比较潮湿的地方嘛 应该要吃一点辣椒 所以如果偶尔吃火锅辣的还是很好的 作为一名大五的医学生 洪婉晴正在成都中医奥大学附属医院实习 临床实习让她感受到自己距离一名真正中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洪婉晴介绍 如今在印尼除了华语外 也有越来越多印尼人开始选择中医 但在印尼能问诊的中医医生并不多 因此她决定本科毕业后继续考研精进医术 如果想当一个好医生 我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这条路要走很远 我未来的打算应该是在成都考研 然后现在我在准备 汉语学评考是六级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在明年大概一月份 会申请成都的学校 然后还有在以后如果能顺利毕业 我就会在印尼开一个诊所 然后把中医扩大在印尼 据了解 十四五时期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合作建设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 颁布3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 为中医海外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医药国际标准